小鹿问问来到森林的边缘 一条河挡住了她的去路 河上有一座古老的桥 桥上的大门紧紧地关闭着 大门旁边站立着一个威武的铁皮守卫 小鹿问问走到铁皮守卫的旁边 她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小鹿问问 小鹿问问怯怯地说 你好 我叫小鹿问问 你是谁 铁皮守卫没有说话 只是微微地动了动身体 发出咔嚓 咔嚓的声音 小鹿问问吓坏了 躲到了一旁的草丛里 小鹿问问发现铁皮守卫扭动着身体 但只有目光跟到了草丛里 小鹿问问问想 它这样一直盯着我 但身子不动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 小鹿问问站起来 走到了铁皮守卫的身旁 问道 你是需要帮助吗 铁皮守卫突然不再咔咔地响了 眼睛转向旁边的一个草丛 手臂也僵硬地指向了那个方向 小鹿问问觉得 哪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会是什么呢 小鹿问问跑到铁皮守卫示意的地方 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机油瓶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小鹿问问刚拿起机油瓶 铁皮守卫咔嚓咔嚓响得更激烈了 直直地盯着它 好像随时就要扑过来的样子 小鹿问问吓坏了 将手中的机油瓶向铁皮守卫扔了过去 正好砸到了铁皮守卫的身上 捡了守卫一身的油 铁皮守卫扭扭身子 却不再咔嚓咔嚓地响了 它走到了小鹿问问的旁边 低头对小鹿问问说 谢谢你救了我 我是铁皮守卫 有一天下了大雨 我醒来就发现自己生锈了 终于等到你把我救出来 小鹿问问很高兴 它问铁皮守卫 原来你是守卫啊 那么我可以通过大门吗 铁皮守卫突然变得严肃了 想通过大门就要告诉我你的理由 答案通过了才能放你过去 小鹿问问自豪地说 我要走出森林去收集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 唱给小朋友们听 铁皮守卫说 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鹿 收集声音要经历很多艰险 你害怕吗 小鹿问问坚定地说 我不害怕 这时铁皮守卫来到大门前 一边推门一边唱起歌来 小鹿问问拿出金色树叶 开始收集铁皮守卫之歌 铁皮守卫唱完歌说 我只会唱这一首歌 希望能够帮到你 小鹿问问通过了石桥 远远地对铁皮守卫挥手 谢谢你 铁皮守卫 再见了 铁皮守卫也挥手告别 与小鹿问问说了再见 继续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工作 프로片通知 Kaiser born刚才那种 关键们的关键